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公司Aspark就已经发布了电动汽车Hour的概念版本 而最近它的量产版本终于在迪拜正式亮相并且发布了官图 这辆纯电动超保的车身由碳纤维打造 全车采用了大量碳纤维材料组件 总重才850kg 配备了四台电机 据称它的最大功率能达到2012马力 时速峰值为400公里 0-96000mph的加速时间则只要1.69秒 约合1.76秒就可以破百 这堪称残暴的加速能力 就算是很多大牌超跑 也只能羡慕了 而在续航方面 这辆车也是不落后 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51公里 甚至之后它还要配备容量更大的电池组 把续航再提一提 这辆性能怪兽的外形极具冲击力 驾驶舱几乎和前后轮位起平 整车高度只有99厘米 跑起来就像一把出鞘的银色利刃 还有那独特的蝴蝶车门 整辆车看上去不是一般的帅 不过要拥有这辆兼具造型和性能的跑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将会在明年第二季度开始交付 但是限量50台 而且售价高达了2238万元 就是一般的土豪可能都开不上 不过话说回来 这车这么贴地 就怕来到国内一根减速带就会让它改头换面 市面颜色来自A-Spark 由Maxonic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 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onic创意公园